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財貝股市現在已經漲了109點 漲到110點 到底是要怎麼做 今天是開高對不對 然後走高之後呢 橫向整理 再攻一趟 你說該怎麼辦 哪有什麼該怎麼辦 你每天都要對呀 無論如何都要對呀 今天是5月25號啊 今天一天叫做連勝五啊 那連先生家的公子 不是啦 今天一天連勝五啊 那不是連勝五啊 讓你隨便嘛 你說對 但你不會他不會嘎你 來嘎我啊 來看著他 我小明在這裡 你嘎我我等你 所有的清代班 來 你現在在看節目對不對 你就繼續做 我們來連勝六 你聽我的 不會錯 怎麼會錯 來啊 咒意來啊 你就每一筆都對 他有本事就一路漲到1萬點 OK的 我們每天都對 他縱使跌到3955 我們每天也是要對呀 那怎麼做 再講一遍齁 所有的朋友 我相信所有的觀眾朋友 到今天5月25號 應該找到沒時間是輸的啦 對不對 來看著 2377 全體會員齁 這支股票是不是叫維新 是嘛 我把它按出來齁 這支股票叫維新 5月18號 19號 18、19號 18、19在這裡 對不對 這支叫維新 還有一檔叫 2、3、5、4 叫洪準 對不對 我們在19號 20號 我們手上原本的波段持股 有一支股票 叫洪準 原本的波段持股 有一支叫洪準 還有一檔叫2377 維新 就是今年以來台北國是最強的兩支股票 一支叫維新 一支叫2、3、5、4 叫洪準 對不對 來注意看齁 因為小二民 然後呢 我們19號全部把它賣掉 賣掉長到這裡 啊對 我算給你聽齁 72塊 加73塊 74 這樣欠2塊 對不對 2377 這天齁 50塊啦 賣掉 50塊現在52塊 也是再欠2塊 所有親愛的觀眾 含全體會員 光這幾個交易日 你自己告訴我 你是否全典化民國最大贏家 這樣就好啦 為什麼 因為我們把維新賣掉了 我們把洪準賣掉了 你說他去呢 我叫你把所有的國票 衝到沒掉 啊去買一支國票 那天破底 我在節目上有告訴你 那天是破底的 破52塊 對不對 啊現在呢 現在我也不知道 現在剛才有看到漲停了 啊不是漲停了 你一張已經買一萬了 要賺一萬了 要賺一萬了 再眨個眼就衝過一萬了 啊買五十張 你已經五十萬了耶 幾天的時間 那你 來 所有的觀眾 含全體會員 每一個會員 歡迎你到 顧得證券投顧 啊輸入你自己的帳號密碼 啊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我就說連勝五啊 你說連勝五呢弟弟 不是啦 今天五月二十五號 你今天是全勝的 你說那會不會連勝六 然後他再上來我就連勝六啦 簡單說就是這樣啊 他上來我等你了 來來來 再起來 再起來 一定是六 再贏一招 我等你 不會做啊 你就照著做啊 我告訴你 求求你照著做 來第一個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那麼我們會有 北中南的說明會 那這個說明會 我不會跟你收費 可是呢 你務必要報名 好不好 你跟我說 我就是我的報名 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 是個公開的講座 那任何人都歡迎你來參與 你不報名 我也OK 但是先講好 因為呢 證券市場 證券市場 不外乎兩個評價模式 它只有兩種 不會有第三種 只有兩種 好不好 第一個 這是加權指數對不對 第一種評價模式 叫做技術分析 以技術分析為例 你上來啊 我等你啊 那個叫成本 叫成本觀念 我認為 到目前是連勝五 今天一天連勝五啊 你六個起來 我們就連勝六 我等你 我等你 我認為會連勝六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叫做 投資評價 對不對 好 投資評價 只在講一個商品 叫做 基本面 什麼叫基本面 基本面 叫一家公司 它的獲利能力 他賺多少錢 這個東西叫獲利能力 一個專業的分析人員 他不是在節目上每天告訴我 你對我做 我哪在帶你 買一支高票 一定漲停板 你每一次也不符預期 對不對 一個從業人員 他真正的工作 在於幫他的客人 去了解到 什麼叫獲利能力 然後 讓他的成員 把所有的股票 集中在一檔股票 當這一檔股票 從破底去做進場 跌破五十二耶 這個節目中 我也要告訴你 到目前為止 我不會想跟你說幾個 六個六十塊就一張八塊 我就跟你說九九八十一 來 昨天是不是五月二十四 對不對 這天是不是五月十九 這天如果沒有破底我停牌 這天沒有破底我停牌 因為破底絕對是破底了 破底要怎樣 把衛星賣掉 明明知道衛星會再蓋 一定會再大氣 明明知道紅準肯定會再上 那為什麼要賣掉 因為要讓你的獲利創造到最大 不然你是參加什麼意思 第一個 以技術分析來講 這個叫符合反轉要素 它一定賣掉了 從形態來看 這個叫空方逃逸 空方捷徑 它一定要漲了 再來 從基本面的角度 基本面叫獲利能力 如果一家公司外資推估每股營養 今年十五三 我們很保守 去做中和評價 高口來講 該公司過去正常的本益比倍數 正常在十二到十五倍 十二到十五倍 因為我們對台股未來是保守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給台股 我們就下降它的本益比 評價 再怎麼差也要有九倍吧 九九叫八十一 八十一 你 我覺得你一張標準應該有三萬塊的利潤 五十張就好了 你絕對買得起來 我說買三張不用參加會員 那三張是在參加什麼會員 你不要融會時間 好嗎 一張如果有能力 起三十塊 十張就是三十萬 好嗎 你現在已經賺很多 很多錢 你繼續加碼 我說一次 你繼續加碼 我肖宥明 你如果要賣 我不管你 你是會員的 你就繼續加碼 有人貪錢的賺太少了 你只要記住一件事 證券投資 你在做分析評價 你在看它的獲利能力 未來的 而不是過去的 就是它第一季 就獲利不高 就是因為如此股價才會破底 就是第一季賺比較少 不這麼股價會破底 這樣了解不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我就告訴你 一季比一季好 第四季叫爆炸性成長 昨天一拜 把昨天的簡訊點出來看 請問我們針對該公司 今年第四季 我們預估它 第四季賺多少錢 5塊耶 單季耶 單季每個月 是5塊耶 全年我只估它9塊 我是很保守的評價 99叫81啦 你已經是最大贏家了 就繼續做好不好 回過頭來 什麼叫技術分析 技術分析原整 它只有兩個架構 一個叫指標 一個叫型態 指標裡面 一個叫趨勢指標 一個叫反轉指標 好 那麼技術分析在看什麼 技術分析在看成本 它只看兩個字 技術分析剛剛看兩技啦 我不管你用移動平均線 KD指標 MACD 那麼黃金切割率 你用各種量價結構 其實你真正在看的 內涵是什麼 兩技 叫成本 那你說這本口本是要去哪裡買 你不要跟我說輸 我這一輩子最討厭一個字叫輸 這個叫課本 這個叫講義 這不是輸 你有報名的 北中南講座的 那我一定會把這一本 就提供給你 我不會給你收費 講座 這一次的說明會 不收費用 那這個課本 講義 我也會提供給你 指線有報名者 這樣好不好 你沒有報名 你總不能說你沒有報名 別人有報名 我把他的課本給你吧 人也要說一下 倒立 我這樣講有不對嗎 525就連勝5來看著他 怎麼會錯 第一個 我現在唸給你聽 這是加權指數 對不對 所有的會員 今天第一趟 每一趟 有進 有出 都有通知你 都是提前通知你 我提前給你通知 點位到了 成交 砰 下去 獲利平倉 扛一次 扛下去 獲利平倉 扛兩次 扛下去 獲利平倉 再來 市價多單 市價多單 還中一次 全體會員 還中一次 外奔 可以親菜吃 外奔 可以互賣 我現在說的是 所有會員 對不對 清代班今天進場 空兩次 你兩次我都帶你獲利平倉 然後我們再空第三次 你就來啊 我就等一來 你就來啊 你就連勝六啊 你就不是連勝五啊 你變連勝六 你怎麼扭八啊 不然也輸一次 我就要輸也很困難 我就跟你說 很困難啊 有啦 那一天 五月二十三號 一天七天啦 連勝兩趟啦 多啦 對不對 你是買在最低點啦 跟昨天一樣 然後呢 後來那個空被嘎到 我就唯一這三個月 就流暢那一次啦 所有的清代班 是不是在昨天的最低點 通通補掉了 昨天沒有補 我輸你 清代班我沒帶你補 我停牌 那今天呢 今天又不是又都到 連勝五 你就照著做 你就照著做 那來就連勝六 我簡單說就是這樣 照著做 那怎麼做呢 來再跟各位報告一次齁 稍待我們會進一段廣告 那廣告中歡迎你 可以向我們的服務人員 做個報名的動作 那麼沒有代表什麼用意 就在於 你有報名 我就會提供 我會期待這個課本到現場給你 會員也要報名喔 任何人都歡迎你 來聽這個講座 任何人 好不好 你就外國人你也可以來聽 不收費 但是 你要拿到這個課本 你務必要報名 因為你有報名 我才會帶下去 你沒有報名 我就沒找 所以會員也一樣齁 會員你也要來上課喔 你來上課 記住你今天明天務必要報名 北中南 這個禮拜的禮拜六跟禮拜天 那麼稍待我們會先進一段廣告 那接對 針對明天 你該怎麼辦 你就要觀察市場的平均成本 然後把你的極端指標點出來 如果做不贏 我哪有法度 你就把你的極端指標 對不對 你就把它點出來 點出來之後 你就是台北口市最大贏家 不是一天耶 我們要做到 每一天 對你來講都很輕鬆 你每天一開門 你就知道我今天又要贏了 我每天開門就是要贏了 我管你是大吉三百點 六五百點 我就是要贏了 你就這麼做 怎麼做 我們稍待下一段 馬上向您做簡報 好 嘴唐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好 不能投顧 蕭老師投資講座 要告訴您 改朝換代五二零 重啟人生 算了你翻倍 五月二十八號 上午在高雄 下午在台中 五月二十九號 下午在台北 立刻破打 零八零零 五五八零八 零八零零 五五八零八 零八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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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八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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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5月28号上午在高雄 下午在台中 5月29号下午在台北 立刻扩打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实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为提醒加买付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少奇 外交部驻外管处 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 或在店医疗费用哦 朋友们 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患哦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么还是一样 第一个我们这个礼拜的 礼拜六礼拜天 会有北中南的一个说明会 那所有会员都务必要到场 那也欢迎所有的朋友 你都可以到场 但是会记得哦 你要给我留一点面子 因为小敏我给你留什么面子 我们刚刚那个副控 被我臭骂了一顿 你干嘛又骂人家 人家那么认真 上个礼拜 我们是不是提到 有一档标的骨 我说你就买一支股票 对不对 好 我说你就打电话 到我们公司 你说要不要准备信用卡 我说不用啦 就跟你说免费 你还拿什么信用卡 我说你要打给我们 打到公司 问服务人员 他会告诉你 账号跟密码 对不对 好 他就问我说 那是哪一档 我说你自己打去公司 自己上网看 结果他看完了 他竟然刚才跟我说 他买一张 一张贪一万 我把他臭骂了一顿 我说你这不是在乌酒瓦吗 我讲得这么辛苦 你买一张 那你不再侮辱我 买一张不用参加会员 你在参加什么意思的 那你就上网 固得证券投顾 输入账号密码 那我就跟你说了 我没跟你说我停牌了 这檀中节目 我要是讲的股民 就叫劝佑 劝佑你买股票 那你知道吗 他就会罢 我会去用罢 所以我只好告诉你 麻烦各位 你稍待打电话给服务人员 预定这个礼拜 北中南看是哪一个场次的 一个讲座的位置 我会提供你 这本决战成本的一个课本 跟讲义 那么接下来你 顺便务必跟我们服务人员 索取您个人自己的 免费索码影音的帐号跟密码 那么我会针对我们当天的操作 以及接下来的评价 向您做所有的一个说明 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 震荡走高 那你一定问我说 那怎么办 怎么办就把它点出来 你就天下无敌了 还怎么办 就照文字简讯座 5月25号叫525 就连胜5 如果它再上来 我们就准备连胜6 那么就这样子 你会把它点下去 如果还做不贏了 我也无能为力了 我也发简讯给你了 我也带你进 我也带你出了 每一笔全体会员 我只要有带你进 我一定有带你出 股票看日线 对不对 股票人不是看日线 不是要看什么线 那指数呢 看分线 美律 我点我没有买的 因为如果点我有买的 我怕我有违反规定的嫌疑 我点一支 我都没有建议人家去买过股票 叫做4147 叫做终域 对不对 会去吗 我怎么知道会去吗 你自己用眼睛看 终域 终域这里要申请要在 美国准备申请要证 要他个头 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申请要证 这里极端指标跟你说 搞不好人家要接下来准备申请要证 然后股价要从165块 涨到今天已经248块 不然你现在是在做什么 不然我问你现在是在做什么 这就做不然要怎么做 跟你说终域 不然你说高价股 好来 随便了 指数看分线 股票看日线 好看指数 对不对 台湾 加全指数 这是什么 这红色 这是日线 我有叫你看日线吗 指数看分线 股票看日线 如果做不贏我又没办法了 你如果今天不是扛到最高点我停牌 我肖佑民停牌 我又带你获利平常 那又来就再控它最高点 你等着看好了 我今天不是跟你讲一天耶 你参加了这三个月以来 我求求你算我求你好不好 你就照着做 怎么做 不是 你先去品牌的不对 不是要怎么做 你就继续做 既然有用 那你为什么不继续做呢 你就继续做啊 会去吗 我不知道啊 你就照着我通知你的啊 这个礼拜的讲座 各位务必到场 好来看着它 你不是会员的 你不是会员的 你自己看这张图 看这里很方大 好看 看着它 那个英文字我念给你听 叫KD 好看全图 不管是四月份 四月底 或五月份 我们当初办讲座 对不对 有一次是收费的 有一次是不收费的 好来 上图 是不是加全指数 那台子期一样啊 底下 是不是我有教你的 KD指标 对不对 你把参数 依照我告诉你的设定进去 如果没有在这里空 我停牌了 如果没有在这里空 9点25分 我又停牌 那是要怎么输 但是那边可以报 会员我有带你补了 你要自己做 因为你没有补 才有给我收起来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有没有报 空单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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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应 贏 支押市价多单 更贏了 清代班进场两趟 两招 又都贏了 买一支高票 总共会员持股工 一支 支十块 那五十几到六十几 不是十块 十张叫做十万 一张叫做一万 买半张叫做寒门 寒信 他们弟弟叫我寒门 我就已经告诉你了 你就做 这个我也教你了 我不是没教你 所有的朋友 你有来上过课的 我保证我有教你 KD指标 你要用那种933的 你千万不要问我 好不 我程度差 能力不足 好不 我是很差的 那我都没向你知道吗 什么KD交叉上 向上 向下 什么二十轴 顿画 八十轴顿画 我能力不足 我没那个本事跟你讨论那个东西 我不会 我只知道 每个人真正他需要的就是 很清楚告诉我 把他放空他就落 把他做多他就去 这样就好 不然是要用什么 把他放空他就一定死去 这样做就好 不然你觉得要怎么做 我怎么知道要怎么做 你需要一个能够真正帮到你的 这个礼拜 北中南 因为过来就准备端午节要休息了 我也不可能端午节颁奖座 对不对 好来 这个礼拜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那么呢 我会告诉你什么叫成本观念 所谓的技术分析就是在探讨两个字 叫成本 我说一遍喔 你在评估它的一个成本 波浪其实也是在 它是在看成本的移动方向 所有东西只要是技术分析就是只有讲两个字 我不管你是威廉 是动量 你是移动均线 是KD MACD 你价量 你都只是在探讨成本 那个叫技术分析 那技术分析在于 你相信 你相信 它都会再发生 不然你不会去使用技术分析啦 一个技术分析的操作者 选择适合你自己的工具 然后你就优化它的数字啊 接受事实啊 为什么要接受事实 因为 你相信 它会再发生啊 就如同 你如果不相信 你如果不相信 你怎么会去使用技术分析呢 你不相信它 你去用它干什么 那你为什么会相信它 因为你知道过去 这个模式 对你 都是对的 你较少了 你较少了 你为什么不要用 你也怪人 我跟你说会去 你跟我买一张 你来会场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 你买一张 会员 你买一张 让我知道扣两个月会期 你不在买就好 你不在买就好 你现在是怎样 你就照着做 我说一次 你要各位照着做 那这个礼拜 我们会有北中南的讲座 因为这个节目真的不方便 跟你做股票的说明 的支撑压力的报告 也不能做台子旗 选择权的说明 所以麻烦各位 欢迎你稍待 打个电话给我们服务人员 不但预定这个礼拜 的讲座座位 因为我一定要把这个课本 提供给你 我怕因为讲座时间 毕竟有限 我没可能说会完 对不对 你自己回去慢慢看 这是我尽我最大的能力 再来 那么呢 务必向我的服务人员 索取您个人的 免费肖又明的 索码会员的帐号跟密码 在这就让我们全国观众朋友 和家平安 操作顺利 财用广进 感谢你 525 连胜5 谢谢 拜拜 来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平夫 并自负 投资风险 办何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和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负责投资 肖老师 投资奖座 要告诉您 改筹换代520 重启人生 算了你翻倍 5月28号 上午在高雄 下午在台中 5月29号 下午在台北 立刻破打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责投资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内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固得投固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其货股票双振兆 其股双赢 其股双赢一把兆 固得投固 就是good 02 2578 300 2578 300 超固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起贴 请用起贴五分珠 五分珠 五分珠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筒万叙 当机会千载难逢 昨日请用一千元 体验轰天了一个月 就送轰动时长操盘秘籍 及上课券 千言万语 这次只要一千元 请播022 365 3255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北都数位